來囉 台灣人愛飲料 外國人也受不了 只要上那個Dexy 司機就多半個小時跟我聊天 可是這裡跟誰住 你是買的還是租的 我就說關你必須 台灣人他會轉化 有些國中原堂下雨 就哭不動海的 比如說我要去那個民權東路六段 台灣人愛飲料 義大利人 必備的墨劍 什麼都不對 眾人指控的變態 豐田神解釋 然後有的時候還會傳照片 自拍 自拍 不是拍臉 哇 你要脫衣服 不是變態 是認真 真的 外國人來了台灣好像都變了一樣 不是 他們本來就跟我們不太一樣的 嗯 調解老人 外國人來了 我們哪裡不一樣 對啊 對啊 不一樣 台灣的外國人其實還是算多的 從現在 根據這個內政部移民署截止的 110年6月份的統計呢 目前台灣的外國人有 真的有 女生又比男生稍微多一點 居住的城市的前三名是 桃園市 台中市跟新北市 都住在這三個城市比較多的 比如說醫療的 就跟各種都一樣 都有 都有 在這邊工作 對啊 但他們來台灣 應該更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理由 對不對 有工程師 醫師 傳教士都有 所以我們今天呢 現場呢就來起來五位 算是 我們平常可能都認識他們 可是其實他們就是外國人 所以跟我們聊一下說 究竟我們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他們來了台灣之後 他們覺得自己可能也會發現 有些地方 他們自己也慢慢慢慢在改變 沒有錯 所以我們就來聊一下 不一樣的感覺 歡迎大家 歡迎你們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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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旭 歡迎你們 雖然這個他大家都很歡迎 這個外國的朋友來台灣 對 對不對 但是在於這個 我們今天在場的台灣的同學裡面 心中都有一些對外國朋友 好像他們有一些行為 看不慣 對 看不太慣 開心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們都已經把他不爽洗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來控訴什麼事情 第一個 我行我素 想幹嘛就幹嘛 奇怪 Yuki 妳要說他們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班 其實滿多外國人的 然後我們分組就會跟很多 外國人同一組 然後我就發現 美國人真的是 每次我們都是我們在做資源回收 然後他們都喜歡把一堆垃圾 丟到一般垃圾裡面 然後講了好幾次都這樣 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 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超愛放鳥的 每次 就是這樣 對 不是那個鳥 不會 我養了兩三隻蚊鳥 帶到學校去 結果就被他們放掉 就是我們每一次約好說 可能我們要去哪裡或是怎樣的 然後他就會到當天才會說 可能我身體不舒服 不醒 然後下午又看到他發現實動態 就是 那是當我們沒有存在嗎 我們都不會看現實動態之類的呢 滿腔的怒火 真的耶 美國人就是藉口很多 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其實都我行我素是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嫁給一個美國人 他們是住在台灣的 可是這美國人在台灣好像是 感覺好像是沒有出美國 他就是活在自己美國世界 美國時間 晚上人家要顧小孩 要跟老婆享受家庭時光的時候 他出去夜唱 夜唱完了之後呢 早上再去衝浪 衝浪完了之後呢 再去吃個早午餐 都沒有在顧家庭的 然後就跟老婆說 其實我們外國人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freestyle 這麼free 我們就是需要保有個人的空間 你不要逼我 我們兩個人 你也可以去有你的空間 你為什麼要來管我 相處開心就好了 然後動不動就覺得說 我想要離婚 他就說 就是如果我覺得不愛了 也許我們兩個分開對彼此都好 對小孩都好 就一直用這種假自由的這種藉口 逃避責任 我們常常就 我們就常常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就是 不帶全家一起出去玩 不是你自己在那邊玩 全家家庭時光也很快樂 他就又開始抱怨 你們台灣 我想要找一個什麼漂亮的Villa 或什麼的 都找不到 你們台灣有很漂亮的風景 但是沒有很好的應景設備 對 因為我同學便找一個 什麼教育 要讓他小朋友上什麼私立學校 他就說台灣教育很爛 他說什麼上什麼私立學校 在我們美國 私立學校有些失敗在上的 就公立學校混不下去被霸凌的 我們才會 就一直這樣抱怨 在台灣碰我也看不懂 我們家以前對面的鄰居 就是一個美國人 因為我們家對面那個鄰居 他的那個就是廁所 它是那種透明的窗戶 我第一次搬進去我就開窗 看到他在對面 我想說他在幹嘛 他就裸上身 他就看雜誌 我以為他在做平板層這種 結果他在打電 他在 像大號 他上廁所竟然就是沒有 就是一個美國人 完全沒有穿 我想說 那我趕快把門關起來好了 因為我想說他看到我 我就不好意思把門關起來 下次隔天我就打開門 他還在 還在 他還在這邊 對 要不要露他就沒有位子了 對 他在裸體在那邊走來走去 而且他好幾次 我不知道妳有看到他嗎 他知道 他每次看到我 還在這樣眨眼 眨眼 對 我想說他真的很開門 而且他常常帶著女伴 也就因為一個落地窗 真的很透明 常常就有不同的女伴 趴在窗戶上面 對 他們就在裡面可能廁所會 就是 就可以看他們洗澡 洗澡 鴛鴦這樣子 完全全透明 我覺得他們是很 因為高海胖說他們都很喜歡 就是 他們的眼光都很獨到 對 就是 對 這個 這個我真的知道 這個我真的知道 我在偷城 我在偷城也有這樣的一個 美國的鄰居 這個美國的鄰居 我其實我對他的長相 我全部都很清楚 因為他每次都愛跟他女朋友 在外面洗澡 我們都是 對啊 而且他很清楚 外面的人會看得到他們 他無所謂 他就是無所謂 對不對 Justin 賈斯汀 欸 今天唯一代表美國的 我很多要解釋的東西 以這個分類的東西 我們小時候是 完全沒有這個教育 所以這個是我們教育也爛的 一件事情 真的 我們都是一個大垃圾桶 全部丟進去 燒跟不燒 也沒有在分 沒有在分 然後 好像是近期才開始教育這個東西 我小時候完全沒有 然後 我必須說 很多外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會發現 時間暫停了 一來到台灣你幾歲 你永遠就是幾歲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感覺我還是19歲一樣 欸 所以就是像那個男生 他還在玩對不對 這麼爛的藉口你講得出來 對啊 所以我們藉口一大堆 然後上廁所不穿上衣 有時候肚子很痛 你知道多上衣多順嗎 有時候是完全沒辦法 好吧 這控訴好像蠻成立的 我不知道怎麼辦 接下來開始教育 對啊 而且完全那個 賈士忻完全認罪 對不起大家 第二個來看一下 還有哪一些母湯的行為 在外國當自己家 講話就要大小算的咧 Hibi 是不是說妳自己嘛是不是 不是 不然怎麼樣 就是我要控訴的是韓國人 因為我之前 就是錄影結束的時候 我跟餅秀 然後 超約 只有餅秀 沒有 吃飯 你們 那妳要檢討自己 我們就 我們就去一間酒吧吃飯 那間酒吧有六 七桌 可能三桌都是韓國人 結果他們喝醉 喝了一半就突然什麼 突然就開始什麼 五 六 七 大韓民國 看在那邊拍手 都不管別人 就是一直大韓民國在那邊喊 我們旁邊台灣人看了就很尷尬 就坐在那邊 他現在在講的是說 他在那一個環境下 其實其他坐都很安靜 對 其他坐都很安靜 就韓國人很韓 這點我真的蠻認同 因為我去韓國的街頭 菜市場真的被嚇到 因為他們一般的韓國人 講話是太大聲 講話又很重 這是一次韓國嗎 就是像欣雅姐這麼喜歡韓國歐巴 我會想說 欣雅姐可以接受男人 對你這樣講話嗎 歐巴喜歡 他喜歡 喜歡嗎 欣雅可以嗎 就喜歡男生對他就是粗暴就這樣 我也沒有喜歡 大男人一點點 被虐傾向 沒有一點點 你也不能一直這麼粗暴 就偶爾可以 他就覺得好Man喔 對 歐巴可以 但是一點點帥怎麼都可以 我覺得沒有一個男生 就是對欣雅姐那麼粗暴吧 他怎麼可能對他粗暴喔 他 怎麼可能對他粗暴對不對 不然他終於打不贏他而已 他那麼漂亮 你很煩欸 好 對不起 但我想解釋一下 韓國人很多人 很多人也跟我說 韓國人其實很大聲 其實我也承認 韓國人其實蠻大聲的 但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比如說 像秉修哥哥是手耳人嘛 像我是南部人 手耳化跟我們南部也不一樣 比如說手耳化的 最常見的就是你吃飯了嗎 就比如說 憲哥拍摸個水喔 這就是手耳化 比較溫柔一點 比較溫柔 但像我們南部人 就比較粗暴一點 就欣雅姐姐喜歡的那種 粗暴一點的 憲哥拍摸個水喔 類似這樣 也是很好聽啊 也是很好聽啊 人家都說好聽 為什麼你們覺得很奇怪啊 還有另外一個是韓國沒有很 就比較少 韓國在韓國喝酒的地方 都是很像台灣的熱潮一樣 就比較很吵的地方 如果你很有氣質那種講話的話 人家根本聽不懂你在講什麼話 對 所以是已經習慣了 然後韓國阿豬馬確實很大聲 這個我也認同 對 我媽媽也很大聲 習慣了 對 就習慣的問題啊 對 其實沒有什麼惡意啦 所以你們在台灣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說很多地方都相對 相對來講比韓國安靜嗎 超安靜 台灣人太安靜了 比一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奧運 其實奧運的話就韓國就主播 韓國的主播的話就是超大聲 就有點很吵 就是那個因為很激烈嘛 明明就那個球沒有進 好像搞得已經進了一樣 韓國的主播是這樣搞的 台灣就比較溫柔一點 就比較平淡一點 好像進了也是沒有進的一樣 就是比較謙虛吧 算是 因為我們太熱情會被網友罵 真的 你太熱情會被網友罵 還是真的 接下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控訴 對台灣傳統文化不屑一顧 唉唷 有這種事情 我今天要控訴的人呢 是我們節目的常客 因為他擁有一架私人的直升機 我看過了 西班牙型來代表佩德羅 是佩德羅 今天躲起來了 居然沒被叫他來 因為我今天要控訴他這個事情 控訴他 說 對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一起出去玩 然後有一次我和他在外面騎車 晚上大半夜在騎車 然後騎到山裡面 然後騎一騎一騎一騎 我覺得我是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然後就覺得 越騎越不對 然後最後我在一個 墳墓前面停下來 我就跟佩德羅說 不行 我要掉頭回去 他就說 他就說 為什麼要掉頭 我說你看不出來這裡是墳 這是墳墓嗎 他說 欸 墳墓 我們要來抓鬼 抓 什麼態度 對啊 不行吧 你到人家家 然後還好把人家抓出來 對 這什麼是這樣子 太壞了吧 他就是很喜歡挑釁這種 迷信的東西 然後他就拿那個 那個機車那個遠遠遠燈 遠光燈 遠光燈就開始 就亮亮照那個墳墓 這樣他會被抓走吧 對啊 他會被鬼抓走 對啊 然後反正我就不管他 我就說我就走了 我就趕快就嚇到就騎走 然後重點是 他就很喜歡說 你們台灣人都會相信鬼 在我們歐洲人 眼中都沒有什麼鬼 都不太相信鬼 你們台灣人超蠢的 歐洲人也相信鬼 歐洲人也有很多 有啊 是 有關靈異的 但他說 歐洲人大部分的人 都不相信有鬼 但台灣人幾乎所有人 都相信 比例上來講是假的 對 那次佩朵羅娃 那件事情隔天 就是結束隔天 她的IG被官方鎖住了 他還多羅娃 真的嗎 他就被鎖了半天我說 你一定是被懲罰 他說我真的感受到 拜託不要再懲罰我 你怎麼忘給法力無編 還可以管到IG 你就知道厲害 真的會誰 對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控訴的 這一位美食家 吃個飯奇怪手勢一堆 真的 這是誰 若琪 我一個義大利的朋友 就是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去吃美式餐廳 都會點披薩什麼炸雞的 他就會習慣用手 吃完用 我們不是吃完就用紙巾擦一擦嗎 他們不是 他們吃完就這樣 用手指頭 他都喜歡吸手指 最後都要這樣子 好 結束了嘛 我們就要回家 按電梯對不對 他就是要按電梯 按完以後 他是用剛剛吸手指的手 去按電梯 因為疫情期間可以這樣嗎 我想問一下大利的你們 疫情期間還是會這樣吸手指嗎 對啊 子龍哥 疫情期間 這是一、兩年 就是大概兩年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比較注意 所以比較不會做 而且還會噴酒精 你看我們多乾淨最近 但是呢 最近 我們那個吃東西啊 你看我們那麼多美食 都是要用手吃啊 披薩 你們用 插刀吃披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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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他在吃到 好大耶 對啊 你們那個巴尼尼 巴尼尼 你用... 你用... NO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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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有就是我們一大堆 那個餅乾啊 我們餅乾會拿著 用手拿 然後會沾在咖啡裡面 沾 對 對啊 你要用叉子擦然後沾著 沒有 沒有 媽媽命 也是可以啦 沒有 沒有 真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很多食物 我們都是會用手去吃 然後吃完我們的手指 會有一點髒髒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 吃啊 吃那個手就會代表那個東西 是特別的好吃 或連那個手指都要吃 甚至我們之前有一個很有名的 書片的那個廣告啊 它是說如果你吃完 只爽一半 只爽 半爽而已 對 對啊 但是台灣的確 我一開始真的是嚇到了 甚至我有看人用筷子 吃那個洋芋片 這是我真的打開眼睛 怕手流啊 日本那邊就是會這樣 但是 你們義大利人真的很誇張 我一個朋友 他故意為了 因為他是男朋友是義大利人 他們就是到一個義大利開的餐廳 很高級的那種 然後有送那個紅酒 這個女生故意弄那個義大利男朋友 他說 他問那個服務生說 不好意思我可以紅酒杯 加一個冰塊嗎 那個義大利男生說 什麼 寶寶妳在幹嘛 我以後不能再來這個地方 你是想要跟我分手嗎 對啊 那個紅酒 紅酒加冰塊為什麼不行呢 好多年在裡面那個完美的水 跟什麼葡萄那個比例 你會加一個冰塊在那裡嗎 那天氣很熱 可是如果它真的就是很穩 然後你就是喝的就是很難喝 因為真的很穩的很難喝 那怎麼辦 你們真的太誇張 可是我沒有辦法喝 那怎麼辦啊 我就是問你怎麼辦 沒有 其實那個紅酒 他們不同品種的紅酒油 它適合的溫度 它適合什麼溫度 就是怎麼樣喝 可是你不可以加冰塊在裡面 因為你會整個改變它的味道 一顆而已 你可以把瓶子放冰箱 那紅酒本來就要冰在它 適合的溫度 對 三十五幾度這樣子 你怎麼會加冰塊呢 像我們通常在一個很熱的地方 他會怎麼做呢 我們會有那個 博物裡的很大的瓶子 裡面放冰塊 然後那個酒瓶子放在裡面 外面再熱都沒有關係 隔空的 這個啤酒也是日本 台灣人都會放冰塊嗎 放冰塊在裡面 這個日本人無法接受 對 日本是冰的嗎 日本不行喔 不行 會淡掉啊 會覺得 對 味道會變嘛 所以日本連杯子都要冰很冰 對 全部都要先冰好 而且我們去錢櫃的話都一定 就是一定要 對 不是 不是那個夾子太細了 然後你那個夾子用夾子 你會被罵喔 夾一半了 夾一半了 那個都要義大利人一下 然後再倒啤酒進去 這個沒有辦法 這樣 真的不行 才是一般的味道 沒有錯 對啊 我們是這樣沒錯 對 文化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接下來看一下 還要控訴什麼 聊天話題的嚴肅 一開畫夾子就停不了 對 這個我要控訴一下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其實真的是很好相處 但是有時候見面就是 就是打個招呼而已 譬如說我們台灣人很習慣問 吃飽了沒 或什麼的 就是一個問候 也沒有需要跟你多貪心 但我覺得外國人很容易 倫餘 就跟我交心交費 真的我沒有要知道這麼多 而且我也沒有跟你那麼熟 我也不想 不太想了解你 尤其是像賈斯汀 我根本不在乎 因為他的生活他要幹嘛 他以後想要怎麼樣 他一直跟你講 我只是有一次 不小心在捷運遇到他 你捷運遇到就想說 他有講是 他怎麼會來 最近還好嗎 他就開始囉 從捷運第一站一直 到最後一站他就說 你幫我想想看 如果我現在是這樣子的情況 可是我預計三年後 我想要去日本發展 如果我去日本發展 我現在又考試 要考試 要念書 我才說還有工作 而且我同時也還在寫劇本 你想看我的劇本嗎 但是我有時候又會練琴 我也是在玩音樂什麼 他說那妳覺得我這樣子的發展什麼的 我心裡想說 是妳問的 我真的還好 我真的還好 那妳幹嘛 問我 我就問妳最近怎麼樣 妳就跟我說還不錯 今天現在我要去哪裡 這種表面 大概三站就可以 就可以了 好負面 佩德羅也是 我之前也是在後台不小心這樣 跟他這樣 對到眼 糟糕了 我們禮貌 我們台灣人就是有禮貌 所以我就跟他 西班牙一直找不到話題 很慌 我就說佩德羅最近在追一部劇 西班牙的紙房子很好看 很好看 OK 佩德羅就說 說到這個我就有氣 妳知道紙房子怎麼由來的嗎 他在講什麼 是不是一群素人去搶劫銀行 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搶國家的銀行嗎 因為我們沒有錢 妳知道這個是什麼 妳知道妳怎麼造成而已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對啊 我最近也在追什麼劇 或者是對紙房子很紅或什麼的 他就說妳知道嗎 我們搶房 搶那銀行就是應該的 蛤 我們西班牙窮人搶銀行不會被判刑 我們只要是幫助窮人都不會被判刑 哇 她說妳們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嗎 什麼西班牙窮人站出來 什麼什麼 那我心想說 好 我也還好 她要抓起社會運動 然後把妳抓進來 這是一切 我也沒有很想知道 其實 哇 真的耶 我跟妳講 如果我遇到佩德羅 我也是盡量不要跟她對眼 其實我也是 佩德羅在妳眼中也是 講太多了 她昨天我跟少侠聊天 然後她在看什麼 她在看Netflix 她說有沒有推薦 我說看那個練模式 她說練模式不是帝國主義啊 什麼什麼什麼 對 我說妳要不要試試看 她說好 我要試試看 我一放她在旁邊玩手機 她根本不在乎 好 那哈囉姐 我覺得 妳算是蠻幸運遇到我 對 還好我還是遇到我媽媽 我媽媽第一次來到台灣 第一天喔 我沒有騙妳 我那時候是住淡水 我從台北車站 對 坐捷運到淡水 40 50分鐘嘛 對 那個過程中到第二個站 有一個阿姨跟我媽媽對眼 完了 完了 50分鐘 從台北車站 聊到淡水捷運站 哇 我跟你講 我們出那個站 我媽媽還繼續跟她聊天 聊到我們到我們新籤的房子 妳媽媽是有拿著槍頂著她的 對 一路把她頂回去的時候 妳就逼著她跟她聊天 很像喔 但是因為我們 通常 特別是美國人 南方人 我們看到一個人一直跟我們對眼 那代表說妳有話要跟我說 那 那我就開始跟妳聊天啊 妳自己找麻煩喔 所以她現在還怪妳啊 自己開著頭 我們是真的很真心的 對 就是對妳們的人生是有興趣的啊 對啊 像譬如說我們義大利人呢 就是 就算我沒有跟妳特別熟 但是我們有開始稍微聊天 我們就是直接聊一些 很有深度的東西 對 對啊 而且我們反而就是 但是不認識的 我想要馬上知道他的想法 我也會想要讓他知道 我自己的想法 我之前在一個咖啡廳 我遇到了一個 一個義大利人 然後我們就是聊了聊超久的 到我老婆 她已經開始覺得差不多了 妳老婆說妳再聊下去 她離婚喔 她離婚喔 就這麼久了 所以聊了 聊了真的半個小時以上 我們終於就離開了 然後她問我是不是妳的 就是妳的很久的朋友啊什麼 我說沒有 我不認識啊 她說那妳們聊什麼那麼久 我們剛剛聊政治啊 義大利五年前的政治 但是我不是 關了 對啊 都能聊 我覺得我真的要空宿 因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一樣 但是我真的不喜歡 跟不認識的人聊天 我覺得俄羅斯人非常的嚴肅 但是台灣人反而很喜歡聊天 因為我現在就是 現在都是常常下雨啊 所以我都是會從公司 坐Taxi到家裡 那我可能從新宇區到中和藥 大概半個小時 那就是有的時候 我只要上那個Taxi 那個司機就跟我半個小時跟我聊天 我已經加裝打電話跟媽媽 她就說 等一下就到家跟她聊天啊 繼續聊 然後我們進到了我的室區 她都回望說 妳在這裡跟誰住 這個房子多少 妳在哪裡上班 晚上是不是導遊比較好 我就說 對 我就是 就是也不好意思就是糾絕她 我就說不知道 朋友家 我不是住這裡 我不知道 都是這樣 可是每一天都是有人跟我們聊天 可是台灣人他會轉話 有些你聊天說 最近很常下雨 你有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新聞嗎 什麼什麼的 有 最近很常下雨 感覺她就這樣 但又是妳們找麻煩 最近都現在有起床 最近都是起床 台灣就 對 她不管聊什麼 就是說妳 譬如說我要去那個民權東路六段 很害 台灣已經害去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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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要去 我跟妳講 然後她就開始講 因為她不管怎麼樣 妳跟她聊什麼 她就是要講回她想講的 對 好 OK 但是外國的朋友 有沒有遇到什麼 台灣人對你們的刻板印象 你們覺得 忍不住要講一下 想要幫自己辯解一下 來 江峻 OK 比如說 很多人就覺得韓國男生很渣 渣 沒有不渣 真的 但是為什麼 你們會覺得韓國男生會很渣 有遇過這種人嗎 還是朋友 就是韓劇裡面有一些這種雜男 不是 就有一些韓國人來這邊 就很受歡迎 她就可能一直換女朋友 什麼這種 就很帥 就是感覺妹都自己上去 真的很開心 妳不太珍惜這樣 不珍惜 其實我剛來台灣更受歡迎 因為那時候韓國人 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時候我也很受歡迎 很多人 很多男生朋友就開始問我說 妳交過幾個女朋友 起碼十個以上吧 妳每一個月都會換女朋友吧 類似這種 其實我不會 我是蠻專情的 他們每次都看到我這樣說 其實這樣有原因的 因為那時候韓國人其實很少 那時候來台灣的人 幾乎都是那個 不是長期住在台灣的 就是 讀個半年就回去的那一種 就他們覺得 在這裡交一些女生沒差 因為反正要回去 有那種心態交女朋友 玩一玩 對 所以我那時候很多 身邊的女生朋友也是 交過韓國男朋友 但是他們都說 為什麼韓國男生 很多都會這樣 因為他們直接回韓國了 交到一半直接回韓國了 但是 那個是那時候 現在就不會 因為我們是長期住在台灣的 所以我們是專情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刻板印象 很多人也說那個秉修哥哥是 很渣 因為他長得很小 他就是很渣 沒有 就是很渣 很多人說他很渣 妳在性害他吧 不是 很多人說他很渣 但是 其實他不渣 對 因為我是在旁邊有看 都很熟嘛 所以他其實也 順便很多女生朋友是那種 他跟你比較起來 假如說真的要講渣的話 誰比較渣 平修哥哥 平修哥哥 很渣 很渣 你怎麼搞的你啊 如果看我比的話 就是平修哥哥比較渣一點點 但是 對 很渣 平修為渣 越瞄越黑 對不起平修哥哥 OK 所以真的比較起來的話 你覺得韓國人 大部分人是不會那麼渣的 平修哥哥 平修哥哥 不渣 我不渣 一個人不渣 這個要看了 每個國家都有渣男嘛 對啊 但是比例來說 有可能韓國比較多一點 但沒有那麼嚴重 對 那義大利跟韓國比起來是哪一面 這個不用比了那個 因為亞洲的話 應該不算什麼吧 關我什麼事 你們我覺得 義大利跟美國人都很渣耶 太渣了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義大利跟美國歐洲人 有一個問題 就歐洲人嘛 來到亞洲有一個問題 真的非常大的問題 對 然後沒 佩德羅好像你有這種現象 佩德羅 佩德羅是怎麼還回事啊 佩德羅把自己當成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佩德羅不一樣比賽 然後我之前 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有的時候去夜夜店玩嘛 但是多數歐洲人 就是毛病最多 他們喝醉又很高 又很大致 然後他們自己以為自己很帥 然後 反而他們是去那個 把那個台灣女生 但是台灣女生 不想要跟他們一起玩 他們一直靠近他說 為什麼你不夠我 我那麼帥什麼什麼 滿滿自信 滿滿自信 但是覺得還好啊 他講的一些行為啊 他講的比較誇張 但是的確 其實歐洲人啊 他們在歐洲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在歐洲不是這樣的話 你就是要 就失敗 就是大家都覺得你不敢 所以他就是會被殺到 非常難 所以我們就是那邊 你要有一個超級大的自信 所以我們來台灣就是一樣的行為啊 我們就不會改變太多 就是這樣 文化不足 對啊 但是其實像你說 義大利人特別渣嗎 不 我們義大利人啊 哪 哪 哪 我們義大利人啊 我們就是有一種 交往的過渡期 就是我們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大家說馬上在一起 我說NO 怎麼馬上在一起 先交往一段時間 互相認識 然後互相了解跟身材 會說真正正式在一起 如果已經說真正的在一起 那就是不會討辭 對 是我承諾 我就是不會偷吃 但是如果我們在交往 互相認識的那一段時間 那就是可以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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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這個話 那就是可以吃 我覺得那個不是真正 很認真的交往 所以還是可以 多認識一點朋友 我之前呢有交了一個 一個台灣的女朋友 我的第一個台灣的女朋友 我跟她交往這個可以吃的時間 真的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有吃喔 一個禮拜我們有吃 然後我們就是認識在一起 可是呢 因為她的所有的朋友 被這個人 一定是被這個人影響到說 歐洲人都很渣 都很渣 對 變成說他們一直都建議他 離我遠一點 不要跟你在一起 對 我們就因為這個流就分手了 這個我不能接受的 不能再說日本人 不要再說日本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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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講 我講真的 從一個真正短的人 然後來講一個這麼高的人 看意 蠻特別的 韓國人比較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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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而已啦 沒關係 對 日本人很 變態 就是 日本人很難被說 我怎麼覺得好像 豐田常常在電視上面 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都解釋不通 沒有 想到一個最完美的理由 因為呢 日本人就是 認真 所以啊 比如說你們去日本 逛街什麼的 那個服務態度都很好 歡迎光臨 幫你買東西 對 關門啊 鞋子脫什麼的 對 愛情上面也是 你要脫衣服 幫你弄 幫你弄啊 對 所以愛情上面也是服務態度很好 很用心 很認真 但是那個不是 不是變態 是認真 認真啊 我不是說那個事情變態 但是 日本人精神 其實我要 其實我跟豐田滿同意這個 很認真的事情 我以前剛好是到一個節目 然後剛好跟你同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有一個關卡 在外景要玩一個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是每一個人都有玩 我們玩得很正常 輪到豐田的時候 他整個遊戲的過程 從頭到尾 露著屁股玩 玩得好開心 很認真的玩 他是玩一般的遊戲 但他就是露著屁股去玩 露著屁股 為什麼要露屁股 為什麼你有露著屁股 沒有 為什麼要讓大家開心啊 那讓我屁股大家都會笑啊 你看 認真 不是變態 對 我也有空宿日本 我覺得日本真的很變態 因為我之前 我這一家公司上班 剛來台灣的時候 他最好的生意是跟日本人 日本人 就是可能你們兩個人的時候 他會說 小姐我先叫妳的LINE 我如果有什麼就是生意上的問題 我會就是失去妳 結果我只要回到家 我就會收到一堆訊息 他想要什麼 怎麼做 怎麼... 怎麼像我 然後就之類的 很想妳 跟妳說情話 想要善妳 想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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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妳的招 我的招 對不起 這是我的招 這是妳的招 好 我不要跟妳講賴 這是什麼 對 就是想我 然後就是都會這樣 很多細節 他要做什麼 怎麼做 要穿什麼 怎麼說什麼話 然後我就說 先生不好意思 妳可能穿錯訊息了 然後就是 因為我也不敢對他怎樣 因為他畢竟就是公司的客戶 沒有 他隔天就會繼續寫 然後有的時候還會傳照片 什麼照片 你想想看嗎 對 自拍 自拍 自拍的 認真 認真 他們是不是認真 然後就是講一個 就是我覺得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很多人說兒子很熊 然後就是熊的話 可能是像韓國人一樣 就是不是真的講話很吵 就是說我們講話比較大聲 比較直接 不是真的要凶妳 是要就是表達重點 不要講太多 所以我常常就是 也是可能在公司 跟一些人講話 他們就可能覺得我講話很熊 就是要攻擊他們 可是我都會就是後面 補一句話道歉說 我沒有針對妳 我也沒有罵妳 我就是 就是在講那件事情 讓你知道 我們台灣人聽到這句話 就覺得這個人好兇 所以有點緊張 妳知道嗎 這個人很沒有人情 因為我想說就是台灣人 都很多就是比如說 遇到什麼問題都會 就是講得很未彎 到最後也沒有什麼結果 一直講講講 然後也沒有講到重點 然後我就直接講重點 我就說 謝謝 就這樣 是不是很兇 我就是這樣子試試 這樣子很有效率 我覺得是這樣 而且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譬如說我跟Tasha 常常一起上節目 我跟安妮也常常上節目 在我跟她們不同 不熟的時候 跟她們一起上節目 真的是冷漢冒出來 像我跟安妮一起當來賓的時候 可能只是有一個主持人 問了一句很平常的話問安妮說 聽說妳有到過日本念書 為什麼想去日本 平常人就普通回答 安妮就說 怎麼了 我不能去日本嗎 天啊 問一下而已嗎 我們上下就是很安靜 後來可能安妮有出書 有主持人問她說 安妮妳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安妮就說 我出書妳為什麼不先搞清楚我是哪裡 Oh my God 然後妳就會覺得哇 三條線啊 然後妳就直接看到好害怕 跟她們比較熟以後 我真的覺得大家如果交外國朋友 一定要交烏克蘭 不是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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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屑夠夠夠 安妮會突然跑出來 因為我跟安妮後來比較熟了之後 我們就約出去喝酒 然後大家都以為什麼 俄羅斯人就是很會喝酒啊 出去就一定會灌酒啊 會爛醉 真的沒有 他們就真的只挑烈酒喝 他也不太去點什麼 趴數很低的 他大概喝到一個 自己覺得自己有感覺有敷 他就停了 我覺得他們戰鬥民族是 這個形容是指他們 知道自己要幹嘛 對 他平常也不喝酒 他就是特別要出去放鬆 他才會選趴數很高的 反而是我所有東西都 我混酒喝了以後呢 我就醉了 我一路上都一直跌倒 安妮說 妳要不要再去夜店跳舞 我就說好啊 我就一直跌倒 安妮就一直扶我 到夜店的時候 我就跟安妮說她要去跳舞 我就跟安妮說 因為我不能跳舞 我幫妳顧包包這樣 我就顧我跟安妮的包包 安妮就跳不見了 就有人會來找我搭訕 就有男生跳到我旁邊來 就會跟我講話 我有點醉 突然安妮就出現了 安妮就擋在我前面說 妳認識她嗎 她是妳的誰 妳為什麼要跟她講話 我朋友沒有想要跟你交朋友 天啊 她說妳有什麼事情妳問我 妳想跳舞跟我跳 她是超帥的 超帥 然後安妮就轉頭跟我說 妳到那邊去 她就叫我到那邊去做 保護妳就對了 對 好 OK 再問一下台灣的同學 外國的 在台灣的外國人這麼多 你們都怎麼樣分辨說 這個外國人是哪一國人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來 怎麼分辨 我多年的經驗下來 我發現有個三個步驟 就是A 第一個 看體型 再來 看穿衣的風格 再來第三 看肢體語言 對 首先像看體型呢 全世界你看到的 對 在歐洲很少胖子的 對 賈斯汀剛好是特別瘦 但是真的算比外國人 很少 日本人就偏瘦 歐洲人也是偏瘦 越北歐越偏瘦 再來第二就是看穿衣的風格 看穿衣風格 最明顯的看 或者是像一身黑的像德國人 一成不變 我之前有個義大利師 他穿衣服 歐尾都是一個白T 一個短褲 一個球鞋 這種通常是義大利人 第三就是肢體的慣性 像好比說英國人 走路習慣把那個頭養45度 很驕傲 英國人 臭屁 像日本人也是 就是譬如說我們質問 忠孝東路在哪 台灣人就這樣嗎 日本人是 他們一定會用 他們一定會用頭帶 有頭帶 而且這是油嗎 油嗎 你的動作很大 而且看動作最明顯的 就是義大利人 他沒有超多的自己動作 他剛剛只能會這樣 而且就像他這樣 就會是晚上 就是這樣子 對啊 我們就是穿著 就是從最上面到最下面 都是一致的從頭到尾 都要一直做才對 比如說我們連去 你會看到那個義大利人 連在夜店他們都戴墨鏡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覺得如果拿掉墨鏡 他的整個打扮都少了一個部分 而且就是這樣那個帥氣 就不要漏 但是呢 他的確會看不到 對啊 很容易跌倒 他的確會看不到 可是你會不會幫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說到底 義大利人這樣這個動作 可以代表哪一些事情 這個動作 我自己是說你在說什麼 比如說我剛剛一邊講那個時候說 你們用那個冰塊在紅酒裡面 就是握著這個手是強調說你們是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你們可以這樣子 就是強調一種 你這樣真的不行 或者你 你是什麼意思我真的不懂 他講什麼都是用這個手吧 對啊 很好吃的時候可不可以也是這樣 no 很好吃 很好吃的時候我們是這樣 就是我們 做完那個臉頰 但你們不會親 親 對啊 你們不是會親那個嘴巴這樣子嗎 no 但是不是這樣 那個有但是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這樣 親你吃了 no 這樣 不一樣 什麼意思 no 對 就是我的愛從這邊就 就跟這個是完全相反的 這個是不好的 對 就是台灣人說買買買是這樣對不對 泰國人是這樣 真的假的 不要跳舞 真的假的 應該四面膜的Dance看太多了吧 有嗎 有 賣啦 賣啦 沒有吧 真的 真的 賣啦 他可能是到觀光區域 這樣子的狀況會比較多一點 帶一些表演的氛圍在裡面 Kamigo 很多的台灣人 就算聽人外國人講話 還是不知道他是哪國人 所以我今天教你們如何模仿外國人 以及外國人講話的特徵 首先呢 是義大利人 必備的 等一下 這有點卡 戴墨鏡 必備的墨鏡 然後戴上去 Lura Oh Mama Mia 是Mia的Mario 真的假的 對 OK 義大利人他的尾音 總是有A或是O 剛才你有聽到Mario 為什麼要講Mario 因為Mario剛好是義大利人 他常常說O的那個感覺 義大人都會來你O一次看看 O O 對吧 義大利人這個感覺 你可以加一些Wakamoto 或是Tomato 那個尾音O或A 接下來 這個比較難 這個是日本人 中文喔 中文比較困難 為什麼日本人會這樣 因為呢 他們日文喔 你聽 你說說看 そうですね 有沒有 它有一個Flo Wakamoto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他們不會發支支支支 還有FF的音 所以等妳說 等一下 Oh OK 中文喔 中文很困難欸 他不會講到中文 他會講中文喔 中文 要變成中文 中文 他有時候會時不時加入E 的音像 他不會講豬豬 鎮蛇 智智馬雞 洗衣雞 鎮雞奶茶 一集一集很開心 我是 基本人 我抓得蠻好的 從前變評審了 剛剛看完表演那一段是 你這兩個月真的是悶壞了 是 一股腦的衝出來表演這樣 好啦 其實這個今天我們聊很多 外國的朋友在台灣 其實這樣聊下來 你才會真正的知道說 外國的朋友他們本身的文化 是怎麼樣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有些時候你當然在野洲 其實也沒什麼 他們就是這樣子 對啊 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的過程當中 難免一點點小摩擦 但是會增進彼此的情感 其實都滿可愛的 對啊 當然我們好朋友 現在希望你們以後 全部都住在台灣 再也不要回去了 好 好不好 歡迎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同學來了 百看不厭 不想漏掉最精采的內容 請用力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喔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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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